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花同学 换装备了啊 高级了啊 说话能说清楚了啊 说重点啊 接着上期视频 继续来讲音乐学院的那些事 比如说我拿这个最近两年 报考和录取的这个一个数据 可能数据更清晰 比如说北方现在的很多这个学校 尤其是最近几年 比较热门的这所音乐学院 尤其是米兰周边 比较有名的哈 所谓的比较有名的学校 这个罗马音乐学院啊 米兰音乐学这种 我就不讲了 那当然学生是很多的 这两年比较热门的音乐学院 比如说是科莫呀 比如说这个 Novara呀 比如说这个Biachenza呀 比如说这个Brescia呀 大家可以看到 每年的报名的人数的话 一般都在光声乐系 我光说声乐系 它可能都在 至少都在160以上 有些学校呢 甚至报名人数达到了300多 两三百都是有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今年的威尼斯音乐学院 有多少人报考吗 有500到600人报考 但是呢 它的可以招生的名额 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几个 对就几个 比如说是我 当然我是最熟悉的 一所音乐学院 就是Novara音乐学院 因为我是Novara音乐学院 毕业的 我就常住在这个Novara 而且的话 经常去给秘书叔帮忙 这两年 拿这两年的数据来说 Novara音乐学院 这两年每年的报名人数 至少都在120到160左右 比如说今年 它的报名人数 160左右 但是呢 它的这个录取的人数呢 是相当少的 所有的这些录取 每个加在一块 它只录取了 我应该记得是10到12个学生 所以呢 这个比例 大家可以想象 是相当相当 特别难 特别难 竞争压力这么大 所以说同学呢 来意大利学音乐 不要就是过于的相信 就是中介跟你说的话 这个中介跟你说的话 不一定都是假的 但是呢 自己长点脑子 是不是 自己上网查一查 多看看我视频 学学干货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来知道知道这点这点事情 然后如果你觉得 就是这么难 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一遍呢 那你就别出国了 是不是啊 如果你出国了 这些东西 你心里做好留学 做好这个准备 是不是 如果真的这么难 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 那考不上 你就回国了 要不然就复读 要不然你就上 刚刚史学长说 代比斗 就是预科 学校的预科 那就是 就顶你 读了一个本科之前 就像一个高中一样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 大家自己决定好 然后呢 我虽然不是学音乐的 我现在我都听懂了 大家看我视频 肯定也都明白了 这些东西 自己好好看一看 如果没看懂了 自己再去 过去复习 我也给你打上字幕 是不是 这个东西 自己一定要酌情考虑好 音乐是真的是特别难 因为这个视频呢 我做的这个初中 就是我陪着这个学生 跑了几个学校 我就觉得音乐好难呀 然后在网上查 关于音乐的视频 我也很难找到 然后我就直接来做一起 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善 今后呢 我会找这个史学长 和以及其他相关的同学 来给大家做一个更完善的 这一系列的视频 现在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 问完了以后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学费这个问题 到底贵不贵 其实意大利的话 但它不叫学费 它不叫学费 它叫注册费 这个注册费的话 是根据每个地方的 当地的财政的情况来决定的 每个学校的话 它有自己不同的收费 我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大家举几个例子 米兰的话 当然是比较贵的 据说是应该 确切的应该是3000欧左右 3000欧元左右 一年 一年这个费用 然后的话 比如说是这个 米兰所在的那个大区 他知道这个 伦巴蒂大区 是一个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大区 这个大区的话 普遍的这个音乐学院 收费是比较高的 比如这个 布雷西亚音乐学院 可能是2000到3000欧 包括这个 伦巴蒂大区音乐学院 也是在2000欧左右 这个省力的 也在2000欧左右 像你们在纳瓦了呢 纳瓦达音乐学院的话 现在是在1600 1600左右 就皮埃蒙特大区的 这个收费的话 相对要便宜一些 它有钱吗 对 因为它比较有钱 对 包括大家所知道 这个包括这个 我现在第二术史上的 这个阿雷塞德兰音乐学院 它要更便宜一些 它是1400欧 我说这个研究生 本科的话 要相对 要比研究生 一般会便宜 200到300欧左右 那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学费大概就是 看大区 然后看学校 不一定全都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就是 1000欧到 4000欧之间 大概就是这么个价钱 就是学费 就是中国人翻译出来 就是学费 他们这边 只要注册费 其实就是学费 就是学费 对 只不过名字不一样 其实都是哪个东西 都是该交给学校的钱 然后我这听出来了 还有就是 声乐要比这些 一直在 咱都在说声乐 因为这个你是学声乐的 然后这个声乐 是不是肯定是 要比这个七月 要难一些 是不是 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除了 这个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 什么什么奢侈品 什么披萨以外 可能大家知道的 一切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名片 就是它的歌剧 这里是歌剧的 这个诞生地 人文主义的这个起源地 歌剧的诞生地 来意大利留学的 学生里面 音乐生里面 其实大部分 都是声乐的学生 对 而且的话 不光是 我们中国学生了 其他国家的学生 来这里留学的 也是 比如说韩国学生 日本学生 来这里学音乐的 绝大多数 都是学声乐专业的 所以声乐专业是 报考的学生是最多的 七月专业的话 相对就要少一些 可能大家 更多的报七月的话 可能喜欢去美国 去德国的比较多 当然意大利的七月 是很厉害的 但是就比例而言 因为意大利的歌剧 实在太有名 所以说它这个声乐 就特别多人 报的人特别多 这七月相比 还要怎样 相对而言的话 七月的报考人数 要少可能 行 那咱今儿的视频就这样 咱下期见 白了个白 祝大家收获一块 拜拜 记得一键三连